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義大利麵 絕對不會花超過你十分鐘 這個 千塊而已 哈囉大家好 我是Botify奶油飛 歡迎回到我的懶人廚房小教室 還記得上一集跟大家分享 極致懶人嘎 這一集也是一樣是懶人料理系列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義大利麵 我們要準備的東西有 這三樣 這個呢一樣是在全年就買得到 可是它藏的比較隱密 也是我最近才發現的 它會在賣這個 義大利麵麵條櫃子的附近 它是連下的 它有兩種口味 摩納哥海鮮 拿破裏番茄肉醬 然後再來就是看你喜歡什麼樣的麵條 像我喜歡的是紙麵 我就買紙麵 也有賣那種捲捲捲捲的 接下來呢 我要下去一樓去煮這個 等一下再回來房間去 那我們就開始吧 走 好 好了 我現在已經在廚房 器具也是跟上一次一樣 可以用快煮爐 或者是電池爐 裡面一樣放水 因為我想要快一點 所以我就兩個一起用 一個煮這個 一個煮麵 像這種麵啊 份量大概是就是這樣子 拇指 拇指跟大母哥 拇指跟食指 拇指跟食指 這樣子一圈 一人粉 把它放進去 為什麼沒有這種電視上面 咻 然後很漂亮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後來發現 我之前有買這個 一摸的那種捲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料理包 然後因為我的器材跟場地限制呢 我現在只能對半鐘 現在快掉下去了 真的快掉下去了 我現在就只能這樣子拌拌 然後這兩個料理包 把它放進去 絕對不會花超過你十分鐘 而且它的成分真的很低 然後裡面的料跟口感 我真的覺得都很好吃 然後趁這個時候整理一下 再來拍一個不同的景 我是一朵花 那現在差不多快好了 麵都滾起來了 然後這個也滾了 把醬汁加到麵裡面去 好香喔 倒進去 我可以升級為五星級大廚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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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 我已經煮好了 好香喔 肉醬口味的 都是直面條 跟外面賣的肉醬口味其實很香 這個 23塊而已 好香喔 醬油味道 這個的料就真的很多 那它其實有一點雜種 有一點雜種 有混到這個 麵條 因為我把它放在一起煮 爛嘛這樣比較快 那麵條麵條 我有一點抓不到它的份量 多足喔 這些 這樣子是一把 我大概抓五把 我就大概抓三把 就差不多了 好啦 那今天的懶人料理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囉 今天分享的是義大利麵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直接買入手 因為真的很好吃 好啦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我要來開豆了 囉